守护环保菩萨们的健康来看看 在岗山环保教育园区 首次举办环保志工的健康检查 从凉血压 身高到腹部的超音波 心电图等等 人医会医护团队 为这些平常默默在付出的环保志工 守护他们的健康 其中也有针对失智症 做了问卷检测 胃教 希望能够及早发现问题 及早防范 医护人员边量血压边提醒 这是在高雄岗山环保教育园区中 原本的环保作业区成了 设置检查站的空间 这对平时来这儿做环保的 庄慧珍来说 感觉还真不同 目前还是志工而已 就参加一些环保 还是所谓的大爷妈妈 亲子班这一类而已 第一次是有看到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场面 安排这么周 好像蛮蛮蛮蛮 他安排得非常周全 公务人员退休 专会征参与环保一年多 这次带着先生一同参加健检 才了解要多多关怀自己的身体健康 家庭上是启用来是第一次 对志工本身的身体健康的照顾 无为不至 要照顾环保志工健康 医护人员设想周到 不只有基本的检查 这个亦能测验 更是防范未来的重点区域 关心潜在的危机 规划出味教宣导区块 透过问圈还有咨询 希望及早发现问题 全面守护志工健康 大约新闻猪龙肖红树高雄报道